大家好 我是暴力 大家現在聽到的聲音是我後期回到幾倍的 因為我拍攝當天帶了 wireless mic 出來 但我忘記帶了一條線出來 有傳承器 有接收器 就真的差一條線 所以我就決定回到家後期再配回VO 反正我現在戴著口罩 你也看不到我的口型 所以你都不知道我當時說什麼 沒什麼所謂 今天主要就是會用這部富士的GFX50R 配搭一個天公的Adapter 轉接在Sigma鏡頭進行一連串的拍攝 今次是我第一次來到紅磡區進行街拍 為什麼我選擇紅磡區呢 因為暴力哥其實在紅磡區上班 他就跟我說這裡有很多是棺材舖 或者舊店都有養很多不同的貓 所以我自己私心今天想來拍戒貓 拍店頭貓 所以儘管就看看我們今天可以拍到什麼 往紅磡方向進發 看照片之前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以及大大力按我旁邊的小鈴鐺 多謝大家 好了 首先今天的影片是不會有POV的畫面 純粹是有一些Footage 告訴大家我們現在在什麼環境進行拍攝 都是以一些照片為主的 首先GFX50R 因為它是一部5000萬像素的一個中片幅的相機 所以其實它都可以有一個比較大的財設空間 好像這張照片這樣 就可以很輕易做到300%的Scale Up 謝謝大家 以前這裏呢 我還沒讀書的時候 其實我都有跟它來過的 這裏有很多賣錶和賣物的店 我只有一年沒有再來 已經拆了 哇 看來連這裏遲了都要拆了 其實如果時機是正確的話 你由紅磡站經這條天橋走到黃埔街前面 有時候你會遇到一個很美的陽光 就好像這幾張照片一樣 我準備走到天橋的時候 就看到有一閘的陽光打到這裡 剛巧有一位南王師傅走過 好像你知道那些唐裝衣服飄日 就拍到這幾張照片我也很喜歡 剛剛還在說黃埔街右邊的商店 是不是要清茶 結果我一問這個金圓燒納茶餐廳的店員 才知道原來這裏的位置真的已經開始清茶了 我身上這裏就是黃埔街的一些舊房間 其實一年前我和李過來都還正常 即是店舖還在開著 而這裏本身都是有一排都是商戶 現在已經清茶了 我對這裏的回憶其實就不太大 因為我始終不是在紅磡這頭上班或者上學 但我剛剛認識阿美不久 就是她叫我陪她過來 因為這裏本身是那間村元米淺大會 是她以前在科爾讀書的時候 整天打等的一間屬於她的飯堂 然後我剛剛傳給她看 原來要拆的時候 她也有點不開心 但沒辦法 有時候時代的東西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命運來的 是大家都洗不掉的 那這三張照片我都有做一個 升級的動作 都是做了300%的升級 但大家也看到了 其實整件事都依然是很鮮 很乾淨 很英俊 所以這件事我都挺刺激的 去完黃埔街 我都沿路都是去曲街方向 盡法尋找這個店鋪貓之旅 都差點忘了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所有的照片 都是沒有整理過 沒有調過色 沒有做後期的 最多只是Final Cut那裏 做scale up的動作 全部都是機身直出的 而今天用的機身 preset 我只是簡單用了機身內置的 碑林模擬 Classic Negative去到拍攝 我只是在拍攝 本身沿路呢 我都沒有見到幾多隻貓 不過呢 一叫了我哥哥來幫忙找到 之後呢 貓就不停出現 不停出現 大家準備這個巢貓之旅沒有 喂 Hello versatile 喂 嘅 嘈嘈嘚 嘩嘩呢 很髒 很髒嗎 found 很髒 當我 colours 很髒呀 很髒呀 好 CAT 妳們很喜歡 cook such e parce que 你在這裡 Yum Bye 再見 ลois 這隻貓小貓瘋人都不得了 是一個石油氣泡的店舖貓 因為牠太瘋人的關係 所以店舖的人就立即泡進去 我發現紅磡曲街這邊真的有很多貓 無論是店舖貓也好 或者是街貓也好 都很多 隨處可見貓的存在 好可愛啊 牠好嘀 喵 好乖 拜拜 大家看到這幾張貓的照片 我都開了很大光圈去拍攝 要留意一下 Auto Focus對於整動物真的很講究 大家知道富士的Focus 都是差一點的 所以這幾張照片 我都是用了Manful去進行拍攝 最穩陣了 起碼你可以確定真的有Focus 不好意思啊大家 我要回到這裏才可以跟大家做一個比較深深的分享 因為我沒有帶到咪線出去 真是超白癡 其實我用了這個GFX50R 都有兩個星期的時間 首先都很感謝DZ Fever借出了這部50R給我試用 要不然我都應該沒什麼機會會摸到它上手拿來玩的 亦都是會接了這個天弓的Adapter 它是可以完完全全的控制到光圈 亦都是可以有一個影響鏡頭的資訊 亦都是支援鏡頭修正等等 同時如果你是用Canon的EF鏡子 或者Sigma鏡子 有支援這個光效的防守震 它都是一一支支援 我相信大家都會最擔心的 就是對焦的效能 相信大家都會最擔心的 我整個使用體驗 剛剛出去紅磡道街拍的時候 都已經是有一個感覺 就是它這個轉接環 轉接了在Sigma的35.4上面 它的對焦能力都很好 因為可能我始終習慣了以前是用Expo 1 它那個對焦是會有拉幾下風箱等等 是很慢的緣故 所以我覺得這個完全可以算是快 當然你不可以跟原廠的鏡頭來比較 是沒有得比的 你不可能這樣來比較 始終轉接了 但是我自己真的覺得 用了轉接環去到使用的時候 它的對焦速度都是很廢尺 都是很準的 起碼不會是經常性會 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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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拉來拉去拉來拉去的感覺 都很準的 而且是很快的 基本上你背按快門 它一瞬間已經是對焦 所以這件事對我來說都很重要 另一件事我實際使用的時候 我覺得 GFX50R本身其實是很輕的 它正機身 大概是700-800g左右 而它本身GFX的鏡頭 譬如我現在手上這支45 它的鏡頭的鏡身 都是非常輕的 所以配搭了到GFX50R的機身上面 其實前後平衡會好很多 但是沒有辦法 大家都知道Sigma鏡頭出什麼是什麼 大陸再加重 所以它這樣轉接了 其實是拿上手久了 手腕會有點累 因為它始終鏡頭 鏡身前面比較重 會有一個頭重尾輕的問題 大家也可能會說 你用了RF機 你預算是會這樣 對的沒錯 這個都真的對的 所以我為什麼會 喜歡用X Pro系列 就是這樣的原因 它整個鏡身 再加上機身的平衡 都做得很好 所以GFX如果你是有興趣買50R的話 你亦都是預算足夠 你可以買到原廠鏡頭 固然之是好 但是如果 你本身都好像是我 這樣有一些EF鏡頭 不想浪費了以前高質量的EF鏡頭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買一個 天弓這個Adapter 就可以很輕鬆地 將你以前的鏡頭轉接到這裡使用 因為GFX50R 現在更新了Framework之後 它有一個35mm的一個財設Mode Crop了之後 它是可以令到你本身是Full Frame的鏡頭 移到這個中片幅的機身上使用的話 本身50R是有5000萬像素 用了這個35mm的一個財設Mode之後 就會有3000萬像素 其實一般我們以前用的Full Frame鏡頭 都應該是支援到 理論上都是支援到 3000萬這個解像力 所以是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大家都知道 富士的鏡頭修正其實都很厲害 再加上它Crop了 可以有效地減少四邊黑角的問題 但是經我嘗試之後 35這支Sigma Full Frame的鏡頭 下了中片幅 就算用了35mm財設Mode之後 都是會有輕微的黑角的情況 我相信如果你是用 超過30mm可能用50mm等 就會沒有這個問題存在 總結來說 整部GFX50R 根本上就是一個放大版的X Pro系列 所以我用起來 整個感覺都很順手 基本上一拿起這部機器 就知道怎樣用了 但是你說缺點的話都是有的 比如是它的loading的速度比較慢 比起我之前試用GFX100S 它的速度真的差很遠 所以我亦都可以把它定位為 好像我之前說的X Pro 3一樣 它都是給你慢下來 享受攝影的樂趣 一部相機 你說要拿來開工 我相信都不會是拿來拍一些很快 很急的東西 大不了都可能是拍一些 commercial的東西 設定機位慢慢拍 慢慢拍 我覺得是會適合的 解像力也是非常之高 有一點要大家留意 它的RAW是14bit 就不是去到16bit 這個是大家要留意少少的地方 但對於我來說 剛剛大家看到的照片 全部都是我直出的JPEG 沒有改 什麼都沒有改 完全是直出的照片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的意見是怎樣 看完照片 還有剛剛的照片 我都會上 Instagram 給大家看 今集就這麼多了 再次多謝DC Fever 借出這部機器給我去試玩 希望接下來可以再跟肥花借到GFX100S 可以再分享多些不同的心得給大家聽 這部真是好正 帥仔 整部Expo 搞到我都心動動 但我不可以再買相機了 好 今集就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部你的影片 記得like and share subscribe我youtube channel 隔天鐘仔幫我按一按它 你才會收到最新影片的發佈 純粹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因為Instagram上面會有很多 我用街拍拍出來的照片 會用沿途的方式 透過Instagram分享給大家看 今集就這麼多 下條片再見 拜拜